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拥有多元化且稳定的客户群,外加相当成熟的供应链体系。 这些优势令其在快速提升成品率、降低生产成本和缩短新工艺研发周期等方面的能力暂时无人可比。 如果没有台积电这样独立专业的晶圆代工,像今天火热的苹果,挥达这样的无晶圆厂品牌商,很难获得成功。 台积电使得半导体产业中专注设计研发的无晶圆厂模式也获得了成功。 晶片设计记录门槛大大降低,催生了大量无晶圆厂,造就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繁荣。 哈佛教授迈克尔·伯顿圣赞台积电不仅创造了自己的行业,而且也创造了客户的行业。 近日,苹果冲刺AI,iPhone 16系列新机算力可能超乎业界想象。 市场传出,苹果正为今年将推出的iPhone 16系列机型开发A18晶片,算力甚至可能高于目前苹果旗下运算AI最强的M4晶片。 这意味着iPhone 16系列机型将更能在终端运行AI模型,适应各类型的AI任务。 相关应用主要以高阶手机为主,把人看好iPhone供应链台积电,鸿海,大力光等有望受贿。 市场传出,苹果为iPhone 16系列开发的A18晶片神经网络引擎效能强大。 神经网络引擎对处理生成时,AI功能具有关键地位。 苹果未跟上AI趋势,今年全球开发者大会WWDC上携手OpenAI推出Apple Intelligence的自家AI应用, 为高阶iPhone 15 Pro和Pro Max等后续机型设计,连硬体必备的算力上都超乎预期。 苹果今年5月亮相的最新iPad Pro机型中,首次搭载M4晶片。 M4的CPU速度相比前代M2,可提升最高达50%。 苹果M4晶片以台积电第二代300米技术打造而成, 拥有苹果历来最快的神经网络引擎,可支援最快达每秒38兆次运算。 苹A18晶片配备更强的神经网络引擎,代表其运算速度将高于M4晶片。 iPhone 16系列机型可以在本地端更好地运行AI模型。 苹果展现AI实力后,市场普遍看好苹果AI激发用户升级意愿。 法人预计,苹果最快9月发表,iPhone 16系列新机将有力台积电、鸿海、和硕、大力光、玉京光等台厂供应链后视表现。 台积电为iPhone 16新机处理器独家供应商,相关订单将成为3奈米家族的最大处海口。 苹果积极将自家M系列处理器导入自身AI服务器架构,也有望持续带动先进制程用量与需求。 鸿海集团立来为iPhone组装最大供应商,近年更主攻高阶机款。 随着苹果大力将AI功能导入新机,市场看好将催动新一波换机潮,带动鸿海下半年消费智慧型产品表现更加显著。 大力光董事长李安平日前指出,今年整体产业景气没有比去年好,下半年新机机种数也没有特别多,一客户订单看来都乐观,7月拉货有望比6月好。 产业高峰一般多落于9月至11月,仍要看最后实际出货而定。 针对iPhone业务,何硕共同执行长邓国燕先前指出,从各产品线来看,下半年必然比上半年好。 另外,韩国媒体日前点名联发科的下一代旗舰晶片,天机9400,可能列为三星旗舰手机的搭载晶片选项之一,让这款新品为上市先轰动,得到市场更多关注。 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先前指出,新晶片将于今年第四季亮相,表现当然会超越天机9300,而且超越很多,绝对有信心是手机产品另一个高峰。 目前联发科的天机系列产品中,除了旗舰晶片天机9300,还有中高阶晶片天机8300,天机8300 Ultra,以及改版的天机9300 Plus,还有天机7300与7300X等。 在AI手机浪潮中,联发科强打,生成是AI功能,更在今年世界行动通讯大会MWC2024展示一系列及时生成文字与影像的技术实力。 外界预期,接下来的天机9400当中,AI功能既不强化,应该会是卖顶之一。 天机系列新产品晶片的客户群包括,Vivo,Apple, Redmi, iCode, Toco等。 未来三星会不会也成为联发科手机晶片客户群之一? 业界与投资市场可能会密切观察。 前几年,Google选择与三星合作研发手机晶片为其带来多方面优势。 其最初目的除了能更好的将软硬体整合,提升整体使用体验。 未来,Google还可以将最领先的AI技术更快的应用至硬体上,为用户提供更智慧的功能。 然而,Google也已经与三星分道扬镳。 Tensor G5是Google首款完全自主设计的手机晶片。 此前,四代Tensor晶片都是基于三星XC Notes平台进行修改及客制化。 而Tensor G5不仅采用Google自主的架构设计,还将使用台积电最新的300米制程工艺。 外界预估,即将大幅提升晶片的效能表现。 Google Tensor G5晶片代号Laguna Beach Laguna海滩,将通过台积电Infopop晶圆级删除封装技术,实现SoC和DRAM的堆叠,支持16G以上记忆体。 台湾工商时报近日报道称,预计用于Google明年旗舰智慧型手机Pixel 10系列的Tensor G5晶片,将基于台积电300米制程,以成功进入Tap out油片阶段。 油片是晶片正式量产前的关键阶段,用小规模的晶片试产检验晶片设计是否正确。 对于首次完全自研手机SoC的Google而言,如果顺利通过流片,那离Tensor G5的成功就近了一大步。 Tensor G5的全自研成功研发,对Google而言意义重大,将意味着Google可完成对Pixel 10系列新品, 从晶片到电子装置整机,再到作业系统,乃至应用程式的全方位掌控,有助于实现更深度的软硬体整合,增强在智慧型手机市场的竞争力,特别是在AI功能方面。 最终,Google有望借助自研晶片在行动装置上实现更强大的AI体验。 最终,Google能更快将AI应用部署在自家电子装置上打造差异化产品, 从而在竞争激烈的智慧型手机市场中脱颖而出。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用户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